但是 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 能解佛的意思 身心不已 一教奉行 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 念疾而空 能够双望 他念不念呢 念 念疾而空 这个时候 就是后面所讲的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幸福一体 妄想 分别 职责 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幸福一体 如果有妄想 有分别 有职责 能念之心 所念之福 还是对待的 还是相对的 我心 能念 弥陀 是我所念 这个里头 有能念 有所念 能所没有了 这个功夫深 能念之心 俗念之福 是一 不是二 这 岂如境界了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我念不念呢 念 念 就是无念 无念 就是念 我 我 你 我 我